好,接下來請各位練習 質量4公斤,受力20牛頓,持力5秒鐘位於50公尺 來,注意 根據它的初速是0,5秒鐘位於50公尺 你就可以算出加速度 你算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不是用20牛頓4公斤得到加速度 為什麼?因為那個不適合力,它有摩擦 所以第二小題問你摩擦力要有多少 所以第一小題是真正的加速度 你根據初速是0 然後5秒鐘走50公尺 你可以算出加速度,這是我們第一章學的 然後呢,有這個加速度之後 再帶回去f.ma,fb是合力 所以要有個摩擦 所以第一小題加速度多少 這個叫做P一張,上一張學動機 初速是0,5秒鐘走50公尺 剛才做過很多類似題了 多少咧? 多少咧? 大哥停車戰界問多少咧? 要找一位可愛小女生,代表帥哥男 帥哥男,23 23 23 大家說你報4,你就講4,請坐下 這跟前面一樣嘛,我要畫個VT圖嘛 冰體圖做兩件事嘛 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 現在呢,有所謂的面積嘛 面積就是50 它三角形嘛,底撐一高除以2嘛 所以呢,算出來呢 叫做20 就是那個5秒的末數是20 然後呢,就有所謂的直線球加速度嘛 ΔT,ΔV嘛 所以呢,計時開始是0,計時5秒是20 所以呢,就這樣減一減弄一弄 答案就是4嘛 然後答案有了4之後呢 你知道加速度是4 你就有F等MA的F 可是那個F是合力 你給我的20牛頓不是合力 還有一個摩擦 你就可以知道摩擦裡有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摩擦裡有多少 於是停車戰界問 摩擦裡有多少咧? 來 來 來,小女生 來,小女生 13號 13 多少 聽不見 14 4 4 請坐 老人家耳朵不好啊 好 好 F等MMA嘛 F是外衣的合力 就要扣掉摩擦 摩擦是相反嘛 所以要減掉嘛 然後M是受力質量 就這個4公斤嘛 就它嘛 然後A就是等到加速度 就是我剛剛算出來的碗頁嘛 戴進去就好啦 戴進去啊 好 我的20牛頓減掉摩擦 等於質量4公斤乘以加速度4 所以呢 答案叫做4牛頓 答案4牛頓 就這樣子 OK 這樣如果再跟你說一次 什麼叫F等MMA F叫做外力的合力 M叫做受力的質量 老師說 第一個問題問誰 受力那個誰 那個誰的質量 然後A就是能夠量得到 測得到 表現出來的加速度 就是要提醒你注意的事情 OK